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以前就已经给大家解释过这个原因了 因为橡皮筋在日识语里面的意思就是毕竟套 而我本人呢就是做这个专业的 扯远了 扯远了 我们直接开始好 首先呢 把橡皮筋套在你的中指上 像这样套进去 然后你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把它拉住 然后呢扳过来像这样套 像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说你握住我的中指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 让橡皮筋出来的 像这样也太不可能 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 那有人说 作为魔术师 肯定能和观众不一样 你可以让他拿着橡皮筋和你一起做 然后中指绕过你的食指 像这样绕进去 然后呢 自己张 这个时候观众都会打结 但是魔术师要做的事情 轻轻地吹走气 中指动一下 自己张 一 二 三 出来 谢谢大家 好了 教学环节 在这里 韩风非常郑重的 非常那种 怎么说呢 严肃的 告诉大家 橡皮筋的日文名 确实是叫避孕套 而我本人 不是做避孕套的 很多的人 包括鬼龙啊 有展家 一直都在说 啊 韩风的专业 是什么做避孕套的 在这里强调一下 向全网粉丝强调一下 韩风的专业叫做高分子材料 不重要 反正就不是做避孕套的 好 首先呢 学环严娜的东西是一条橡皮筋 为什么要让官 为什么要说 这个橡皮筋魔术 观众做了之后就会失败 而魔术师做了就会成功呢 很简单 首先你把它套进去 像这样 拉住 然后呢 绕过你的食指 之后把它绕过来 绕过来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说呢 像这样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这样套进去的 中指是直接插 从上往下插进去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正常姿势插进去的话 你拉住 食指的两张橡皮筋出来 它是绝对不可能出来的 所以说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换一个姿势 换一个什么姿势 递带天 像上顶的姿势 实际上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一个地带天的姿势 就是中指 从下面穿上来 这个小细节很不一样 然后拿住这两张橡皮筋 有的手 失之好理 差值千里 就跟大手枪一样 这个呢 就是橡皮筋穿越中指的模式 希望大家有喜欢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以前比较热门内的话题 至少在现代武术界 也是比较热门内的话题 就是说 由现在的巴扎拉斯是怎么做的 然后很多的人都想知道 然后去淘宝上面找教学 淘宝真的是万能的吗 对不对 第一点就是说 你能想到的东西 别人能想不到嘛 对不对 然后那些黑心的商家 也能想得到 大家都觉得就是说 淘宝上面那些道具 和来的教学 实在是太不粗糙了 对不对 你想一想看 那么那么那个的东西 它有可能会有巴扎拉斯的教学吗 这是第一点 很多的人都打着那个什么 巴扎拉斯的旗帜啊 然后说什么 这个东西是最完美的巴扎拉斯 扯淡了 就是 是这样说什么 要碰牌啊之类的东西 碰到牌的版本 那就不是巴扎拉斯了 也就是说 巴扎拉斯是不碰牌的 这是一种病 你懂吗 得治 真的 而且我这人感觉 巴扎拉斯的效果 也不是很好 而且很多的人都说 那个淘宝上面 淘宝上面没有一个对的 我这 我这么告诉你 就是说 巴扎拉斯它不是一个 需要脱的魔术 然后 接下来是 还是重点 巴扎拉斯这种魔术 很深很深很深 基本上一种方法 有几百的需要注意的点 所以说 然后还有 就其他这种类型的东西 方程式都背不掉的 你们就别想了 所以说 这个魔术 它效果 并不好 然后呢 它还那么 还那么深奥 找着这张招数题 一样 所以说 大家就没有必要去 端研这东西了 你也发现不出来 好吧 就是巴扎拉斯 劝大家就是 不要浪费钱了 就不要在这上面浪费钱了 好吧 就这样 还有什么来着 对 再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